这一节课呢,我将大家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命令模式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依旧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命令模式的整个概念 我们用文字方式跟拟物化方式进行解读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命令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后,我们用这种代码实战的方式来实战一下命令模式 然后以及前面的学习的支点进行总结 这节课,我将给大家学习一下命令模式的概念解读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分为如下两个支点 第一个是命令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然后是命令模式概念的拟物化解读 那么首先来让我们看一下命令模式的文字解读 命令模式用来对方法调用进行参数化的处理跟传送 经过这样处理过的方法 调用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执行 也就是说该模式旨在讲函数的调用请求和操作 封装成一个单一的对象 然后对这个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它也可以用来消除调用操作对象 与实现操作对象之间的偶合 这为各种具体的类更换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那么我们读完这样一段文字 基本上没怎么理解 云里雾里的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把它转换成我们生活中这种例子 然后我们再反过头来再去看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模式概念拟物化的解读 首先我们亲爱的朱德爷爷 那么在早期打小日本的时候 比如说啊 他现在指定一个这样的连 那这是我们的连长 连长接受我们这个上面的命令 然后呢 分配给下边的各种各样的小队伍 比如说我们的步兵小队伍 再比如说我们的重击器 那么这个时候 在分布的时候啊 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流程图就出来了 就是首先上面下这个命令 然后中间连长接命令 给我杀 然后我们前线呢 奋勇杀敌 那么这样一个命令模式 跟我们前面这样一段文字 能怎么遥想呼应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段文字 命令模式 首先它是用来发命令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大家在学习这种书上概念的时候啊 并不是说这个命令模式 是它瞎想出来的 它就是根据生活这种命令 所定义出来的 用来对方法调用 进行参数化处理跟传送 什么叫做方法调用呢 用来对方法调用 就是我们啊 调这个前线这个小不对的时候 就是我们对方法的调用 进行参数化的处理跟传送 什么叫参数化的处理跟传送呢 就比如说我们想垫前面这个小队伍 我们可以让一队二队先上 然后三队等会上 或者说两个队一起上 那么它可以进行参数化的处理跟传送 经过这样处理过的方法 调用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执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把这种所有的命令都分发好了 那么就等着你前面的小日本来 或者说我们直接经过这样处理的方法 调用可以在我们需要的这个地方去把它执行掉 就什么时候需要了 就是人家已经冲上来了 那么该模式只在讲函数的调用 请求和操作封装成一个单一的对象 什么叫单一的对象呢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前线啊 打仗的时候 我们这个总司令啊 连长啊什么的 各种东西都冲上前线去 那么它将造成混乱 我们就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兵 比如说封装成这样一个连 那我们对它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操作这个连里边呢 这个相应的小分队 然后对这个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比如说安排出三个小分队 安排出两个 然后出哪两个 它也可以用来消除调用操作的对象 和实际操作对象之间的偶合 我们发送命令的是我们的司令 那么我们实际呢 能拿到这个对象的是谁啊 实际能拿到这个对象的 应该是我们这个最前线这种 我们的可爱的红军 那么它用来消除我们这种司令 跟这种前线这个人之间的偶合 那我们把这个封装成一个连之后 我们给它冠名各样的名字 然后由连长来负责啊 这种分发命令 这为各种具体的类 更换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炮兵连 需要补充300米大炮 那么它就补充就好了 我这边司令只负责去下我的命令 然后你自己去打就好了 那么整个这个概念呢 基本就是说最简单可以理解为 就是调用命令 然后解偶 然后每一个具体的对象之间 有更大的灵活性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个概念解读啊 给大家这样解读完了 大家要记住这样一张图 首先呢打仗 派命令 然后给我们中间传递命令的人 然后我们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对象 只不过说被我们封装成了每一个单一的对象 可以进行我们这个浅线的战斗 那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命令模式 这节课呢 我将带大家学习一下命令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讲函数的封装请求调用结合为一体 那么在看这个作用之前 我们依旧要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 我们司令发命令 然后给连长 连长发给小分队 讲函数的封装请求调用结合为一体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连长 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意义呢 他讲我们调用小兵 然后呢 以及请求资源 还有这个封装 都有这个连长来负责 甚至说 它是一个大连 但是这个头呢 是连长 他可以去负责调用我们这里边那个小分队 也可以呢 去请求上面给我们增加资源 然后呢 还可以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中 启成这样一个中转的作用 调用具体的函数 结合命令对象与接收对象 命令对象是谁啊 是不是司令啊 接收对象呢 是我们前线的战士 那么这个两只之间 被我们连长给结合掉了 我们连长在中间 做了一个这种消息的传递 提高程序模块的灵活性 在我们整个一个团的内部 我们有无数的这样的小分队 对不对 那么这些小分队呢 他们都是每个对应的模块 那么这些小分队之间 他们所有的这种战斗能力 那么也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要有这种提高整个一个 模块化的灵活性 那么我这个小分队 我只负责接收命令 然后我呢 自己又有独立的扩展性 我可以加炮 我可以减炮 我可以加人 我可以减人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注意事项 就是不需要接口一致 直接调用函数即可 以免造成浪费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说啊 你这样一群人 不是这样一个整个的整体 比如说你这样一个连 那么都是共同抗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应该算是一个整体 那么如果说你整了一个连 那这里边呢 又有打仗的 然后又有什么呢 又有绣花的 那么又有别的 他们始终是不能封装成 这样一个整体 所以说 如果说你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相互关联 那么他们直接调用函数 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让他绣花 然后让他打仗 他们不一样 他们不需要接口一致 就说我现在接口一致 这些人一定要是一个 整个调用结合为一体 这样的一个大对象 然后以免造成浪费 我们之前也学过了很多设计模式 我们这些设计模式呢 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好像已经默默的给用上了 那么有些呢 也不大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这样 所以说想真正的去了解设计模式 还是要在项目里面不停的实战 然后你再反过头来 看一下这些设计模式 所提出的理念 能不能真正的应用到 你的项目里面去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种 接口不一致的 那你直接调着函数好了 没必要中间做这样一层中转 这样可能又是成了浪费 因为我们的GS 它是一层一层的向上找 那如果说一旦你没有必要 去把这个东西封装起来 你又非得封 那这个时候就是浪费了 不要为了设计模式而设计模式 我们要为了真正项目的需要 结偶 然后我们才去做这种设计模式的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作用 最后简单做个回顾 函数的封装请求调用结合一体 我们有个连 调用具体函数 结偶命令对象与结束对象 我们有连找 然后它去负责接收上级的命令 然后我们分发给我们这样的每个小分队 提高程序模块的灵活性 每一个小分队自己非常灵活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造成这种乱用 然后造成这种浪费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命令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用代码来实战一下命令模式 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Sublamp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indance.atml 我们把它放到桌面去 然后我们进入一顿screw标签 好 那下面开始来书写一下 我们这个命令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上几课说了 首先我们有这样一个连 我们这个连里呢 有炮兵 我们又有什么呢 又有步兵 我们这个炮兵跟步兵呢 都是随时代命的 然后他们可以接收一个出多少人去 比如说炮兵 AUM 步兵呢 也接收一个步兵 AUM 那我们这个炮兵更详细一点 我们让它出多少炮 我说炮 AUM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打印出来吧 打印出来 我们一共出了多少炮 然后我们这个炮 开始战斗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步兵 步兵AUM 我们这是什么啊 出了多少人 开始战斗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连呢 它是一个整体 我们说了 不同类型的东西 不能放到一起来 那么如果说 你这连里边再来一个绣花的 那么这个就有点不符合我们的规矩了 因为这些人都是上战场需要打仗的 但是我们这个绣花呢 不能打仗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连啊 我们规定到一起 那我们的连 有个最重要的人什么呢 是连长 它接受什么呢 接受外边的命令 命令 然后这个命令里边呢 会带上固定的参数 那这个连长干嘛呢 找到谁啊 找到我这个命令里边 这个作战的 类型 然后呢 它这个里边需要出多少人 好 那么下面我们总司令 开始发令 怎么样呢 你这个连长 听令 听什么样的令呢 我给你执行 谁啊 让炮兵出动 那我们这个时候去找谁啊 找这个啊 炮兵 让炮兵出动多少门炮 我们让他出动100%大炮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炮兵 就可以开始作战了 那么好 下面 你这个连长再听令 让谁出动呢 让步兵出动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这是连长啊 始终要记得 我们把命令交给连长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步兵出动 出动500人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人跟炮 是否都开始了战斗呢 我们用我们的浪览器里打开 他报了一个乱码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指定编码 好 那我们来指定一下编码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发的命令 有没有被执行 哎 有同学说 为什么孩子是乱码呢 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写错了啊 OK 我们这里面写成了两个 一把门靠 开始战斗 500人 开始战斗 那么就证明什么样 我们这个命令 发送成功了 那这一段简短的代码 就把我们的命令模式啊 基本就阐述清了 那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对这个命令模式啊 有什么样的总结 这本道课程中呢 我们学习了命令模式的很多概念 您应当掌握了以下知识 首先 知道什么是命令模式 我们已经对命令模式的概念的文字 跟你物化的方式都进行解读过 然后 要掌握命令模式的作用 和使用注意事项 最后 要掌握命令模式的代码编写 看一下 能否运用到你的项目里边 来改善一下原来的代码呢 那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 来改善你曾经的这些开发的东西 你来理一理 这些设计模式 是否对你的项目真的有用 有真的改善 这样你才能把它真正的理解到心里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学习 加玩scribe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那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